好 不過我們大家關注的是 有關於高端疫苗的部分 現在真的是打了一場模糊仗了 因為呢 行政院長陳建仁 今天到了立法院 針對於這個採購的事宜 來進行專案報告 因為呢 高端還沒有同意解密 所以在野正宜就質疑了 政府是不是把責任甩鍋給高端呢 好 今天陳建仁就說了 簽約的過程中是按照國際的慣例 是有簽約 而且呢 有這個保密的協定 在這個公布相關的合約的時候 一定要得到對方的同意的 但是呢 我們看到衛福部長薛瑞源 今天他也列席到了立法院 但是他並沒有帶合約過來 他表示說衛福部對於高端 是不是要提前解密 這是樂觀的 所以這什麼意思呢 是他自己打臉他自己嗎 好 到時候我們看到 賴清德曾經有講過說 他是贊同合約要公開 但是我們看到陳時中 他卻質疑說 欠過約的合約是可以任意公開嗎 所以顯然是什麼呢 顯然就是英系呢 陳時中不甩新潮流的賴清德 好 我們就看到了 那這個立委曾明中就說了 高端契約是沒有圖利特定的廠商嗎 但是我們的立委柯建民就說了 國民黨是選情告急了啦 所以現在呢 是想要轉移凱旋院的爭議 才會來這個針對這個部分來下重手 好 不過我們就來看到 那麼高端疫苗的合約解密的部分 那麼這個保密條約是不是應該要趕快的解密呢 那麼蔡政府說是高端不肯公開 但是呢 先出了高端 這個曾經呢 就表示說 這個合約保密是政府所要求的 也橫橫打臉了政府的說法 好 今天呢 陳建仁到了立法院來備詢 而在野黨就火力全開 來看到今天在立法院的情況 你為什麼不敢公布 合約裡面有一些不公平不合理啦 違反合約的時候是廠商的責任 他是要受處罰的啊 他自願公布就可以了啦 什麼處罰啊 立委質疑政府和高端签遞不平等合約 立法院臨時會在野黨要求公開遭封存的高端合約 蔡政府狂推問題再高端 是高端要求保密嗎 一看重訊狂打臉 高端在110年5月發布重訊表示 依照採購機關要求 合約跟其他細節不予公開 換言之就是你蔡政府要求保密不准公開 應該不是這個樣子 他要發布重訊不是我們能夠掌握的 所以等於這個重訊是錯的 我們沒有要求要保密啦 高端和政府高官互踢皮球 依照薛樂園的說法 難道是高端違反證交法重訊造假 重訊發錯是很嚴重的事 重訊是不能亂發的 這是會影響骨架的 網友也大酸高端和政府推來推去 到底有啥見不得人的 高端都停產了 還保密幹嘛 掌灰塵嗎 當初政府說會影響國際競爭力 那現在呢 來行的選前才大動作喊 要解密高端舊選情 在一黨質疑就怕最後拿出來的 也非真正的原始版本 究竟高端藏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恐怕只有政黨輪替真相才能水落石出 政府採購高端疫苗 授權疫苗的施打過程 有非常多的疑點 那麼侯漢廷就說了 高端110年重訊 應該要採購機關的要求 合約其他細節不予公開 明白了表示是不是要公開 是採購機關的同意的 所以現在民進黨是什麼呢 就是在一個拖字 另外呢 王任賢醫師也認為說 高端買家只有衛福部 那麼疫苗停產的價格 現在要來比價 真的也沒有意義了 真的也沒有拒絕公開的一個理由 但是我們看到高端 有非常多的疑點 包含合約的公布 是事宜的第一步 那這一點呢 就可以來澄清說 那你政府是不是有清廉啦 是不是呢 跟外界所質疑的 只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 而犧牲了百姓 六大疑點還包含什麼呢 就是呢 沒有辦法自行生產流感疫苗嗎 還有我國的EUA標準 為什麼是為高端而設 施打過程是不是都像封閉作業呢 而且看到根本美國的國務院都不想跟高端來掛名了 高端最大的客戶也幾乎是唯一的客戶 就是我們的行政院跟衛福部 但是相關的合約 衛福部卻沒有能力可以說服高端來公布 我想這樣子黑箱下去 我覺得民眾沒有辦法繼續忍受下去 賴清德身為民進黨的主席他都認為應該公布 那我不知道現在薛樂園部長包含陳建仁院長有什麼理由來反對你們自己執政黨的主席的要求 所以在這個部分不要再把皮球踢給高端 讓高端來掩護你們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這個政府是出錢的 這個客戶 那這個採購網的公開是一項的原則 只有這個高端 碰到高端就轉彎 如果在選前他不公開 高端的合約以及審議 EUA的過程 一定會對選情造成影響 賴清德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他支持要公開嘛 沒有什麼弊端有什麼不能公開呢 那你現在是怎麼樣 是內部派系瞧不攏嗎 還是真的有圖利 那有人想要掩蓋高端的合約以及審議的過程 讓人質疑 國民黨立委政政前在昨天公布了高端董事會第四段錄音檔的內容 質疑高端利用了美國國家衛生院的民生 磨取政府的補助炒高股票 他說呢在高端早就已經寫好了一篇疫苗成效的學術論文 就是希望美國的國衛院可以一起來掛名發表 但是呢對方覺得貢獻度不夠 所以呢不願意掛名背書 不過呢高端駁斥這個事件 還說要告振振錢 不過呢台北市長蔣萬安 還有立委王鴻威都點出來 就算呢公開高端的合約 恐怕也不會是真實的狀況 時事評論員謝寒冰就批評了 簡調沒有動作 民進黨在高端的議題上是大丸兩面手法 立委政政前公布高端董事會第四段錄音檔 質疑高端寫好一篇疫苗成效學術論文 希望呢由美國國衛院掛名發表出去 卻遭國衛院拒絕不願意掛名背書 但高端高層還嬉皮笑臉 藍印質疑高端利用美國國家衛生院的名聲 謀取政府補助炒高股價 賴清德說好要公開 在黨不等了協商立法院9號召開臨時會 針對是否公佈高端合約進行專案報告 不過衛福部長薛業員再推給高端 試圖撇清衛福部的責任 就算現在好他們要公開 我想都已經不會是真實的狀況 現在能夠完整公開高端採購的真相 只有一圖就是讓國民黨執政 進辦去討論後的公開的合約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這個真實完整 原始的合約 其實也讓大家覺得非常質疑 那也不敢講說高端是疫苗國家 對喔 因為他們也知道高端真的出了非常多的包 賴清德同意公佈 行政院卻沒下文 經了最後公佈了 是真是假 完整性又有多高 高端這些相關的錄音 相關的金融管制單位都沒有任何動作嗎 這不是新的市政嗎 你們都不需要去追查嗎 那再來賴清德 你現在是民進黨黨主席 結果你說的話都沒有人要理你 衛福部也答案你的臉 連行政院也答案你的臉 證明自己有能力當總統 你就要在選前趕快公佈高端相關的合約 不然的話你就只是個說謊的騙子而已 衛福部前部長陳時中還表態 合約保命五年不能隨便公開 英系跟新潮流兩面手法 是信賴還是耍賴 這讓張家一條聊到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我可以先去並討論一下 我喜歡這部 fair percentage的位置 為了幫助睡眠 睡眠的禁止 所以為了設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